日前在南投县立副佑馆 由县府相关单位与财团法人 南投县社会福利工作协会等单位 共同举办107年南投县家庭教育防治20周年活动 县府社会劳动处副处长林志忠表示 借由20周年庆祝活动 举办亲子互动的游戏 落实家庭暴力的宣导 举办家庭暴力防治法公布施行20周年的 一个庆祝的活动 借由亲子同乐 能够让大家了解到家庭防暴 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亲子的部分 结合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持续的来加强宣导 让家庭暴力的防治 能够在社区每一个角落 能够生根 能够持续发挥家庭防暴的一个功效 会场有数十个单位团体 所摆设的船官摊位 县员赖燕雪肯定各单位的用心 并期盼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宣导 让南投县都能够和乐融融 今天刚好适逢我们家庭暴力20周年 让爱飞翔 我们拥抱我们的幸福 拒绝而家暴 所以今天参与的社团也相当多 参与的乡亲也相当多 我们的反暴力 反家暴 尤其是现在当今的社会 我们看到很多老老暴力 家庭暴力 夫妻当中的暴力 儿童的暴力 能够真正落实意识的觉醒 进而能够从你我他做起 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 社会更和谐 成为一股安定的力量 县议员曾正言 期盼借由活动宣导 有效的杜绝家庭暴力 今天主要就是 要选择说 我们整个家庭要保障 不能有暴力的倾向 我们每一个人 就有他的这个 做情绪的时候 情绪要控制自己 不能说 我们情绪 无法控制 就来 来 打不打孩子 这样就不对了 县议员由宏达 期盼借由活动的宣导 让妇幼朋友都能够了解到 自己的权益 并希望大家共同营造 家庭的幸福美满 家庭暴力防治的这个宣导 当然救了这个宣导 没有我们 所有的家庭 所有的妇女朋友 妇幼朋友 大家可以了解到 自己的相关的权益 都能够在这个防治的过程 宣导我们家庭的 和乐美满的幸福生活 希望大家共同来营造 县议员赖燕雪 由宏达 曾正言都到场共襄盛举 期望透过亲子活动的宣导 让大朋友与小朋友们 共同认识家庭暴力的相关知识 共同营造美好的家庭 记者陈建豪南投採访报道